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手机可以让用户玩游戏很666 因此 这款手机有可能会是一款性能强大的产品 能提供高效的游戏表现 诺基亚可能会在7月11日发布诺基亚X5手机 不过这款手机或许并不是高性能梯队的成员 根据工信部的数据 诺基亚搭载5.86英寸19比9比例 分辨率为1520×720分辨率的屏幕 采用刘海屏设计 其内存分别为3G 4G 6G 存储分为32G每64G 预装安卓8.1系统 还采用了后置双摄镜头 后置指纹识别 电池容量3000毫安时 另据蓝牙认证消息 诺基亚X5将搭载联发科处理器 目前我们尚未清楚 诺基亚是否为我们准备了重大惊喜 在三天后的发布会上 我们将知晓答案 H&T在5月份确认 旗下所有的诺基亚智能手机 都将升级到Android系统 事实上 Nogi A77 Plus 6 二代Bassin Roku等 都在国内开启了Android Data项目 可以尝鲜了 那么对于其他手机 一份公开的客户支持邮件显示 诺基亚表示这些产品也会在8月份更新 值得一提的是 8月份也会试骨 哥有望推出Android正式版的日子 虽然 诺基亚手机的整体系统接近原生 拥有大版本适配速度上先天优势 但是从国航机型来看 像是手势操作 人联解锁 美颜 应用双开 指纹支付 账截图 云账号等本地化功能 均添加寄来了 商务合作 KEGIMEIXUEIT 163.COM